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食指比无名指长的女子 一般都比较单纯可爱 非常的聪明 有点物质女孩的感觉 很势利 她们行事很干脆利落 处事很果断 拥有的一些才能 也是能够在事业上有一番作为 生活比较幸福美满 但是我们说小指无形 到晚年的运势不太好 手握川字长是个好生心比较重 失业性很强 性格偏内向 但是不乏强势 结婚在25岁左右 那么失业在中年之后 开展是比较不错的 需要等候时机 川字长的人 往往是格局比较开阔 他的后期发展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财运线 财运线是在水行丘上的短的竖线 小指这个左边 偏左一点点 靠去无名指 这个小小的短的竖线 那么这个都是跟金钱 跟财运有关系的 它的形态最好是 笔直有力 没有什么障碍线 没有断断续续 模糊不清 这个是越多越好 越多财运就越好 那么我们看这个首相当中 如果是相互交织 形成这种四角形 大的三角形 四方形 这种三角另其纹 这个都是人生当中的财库 都是财库 代表着财富 不论男女的 在钱财方面的运气上 都是比较好一些的 容易大富大贵 这个是几种 首相的特点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 首相变相 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这里还是天昂玄机 我们下期再见